2022花蓮太平洋重古马拉松赛事 即将在这个月的22号登场 而在报名开放之后 包括了限量鸟鸟里 以及10公里的小马拉松赛事 都已经报名满额 而为了行销花蓮之美 主办单位更推出了跑者好康的活动 不少花蓮观光的景点 都享有入园的免费 期盼选手在参加赛事的同时 也能够为花蓮带来光光的热潮 太平洋重古马拉松迈入第八届 今年将在10月22日 与美轮田径场热力开跑 赛事包含全马42公里 半马21公里 小马10公里 迷你马5公里集市帐组 总奖金高达21万元 为了行销花蓮之美 同时推出跑者好康的选手优惠 解景点入园免费 路跑的时间是10月22号 那松原别馆在10月21号到23号 就是路跑前后 这三天 那这些路跑的选手呢 来到花蓮 他们可以凭他们的路跑的这个 号码牌 可以免费进到 进到松原别馆里面来 欣赏老松树 然后感受一下那样子的一个 轻松的一个氛围的一个场景空间 在10月22号 我们会换了一个新的展览 叫木翼木舞 他是一个学生 他做一个 他想要做一个他回整个画作的一个空间 然后回到花蓮来做首展的一个展览 多半是一个平面的画图的展览 这样子也可以让民众能够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 艺术饗宴 除了松原别馆 还有远松海洋公园 吉安庆修院等 从10月20至25日期间 都推出选手免费或亲友入园优惠 另外像芙蓉大饭店等推出住宿优惠 还有阿美马鼠 风心饼铺等半首离业者 也推出全首价格优惠 更多优惠详情 可搜寻2022华联太平洋纵谷马拉松了解更多 记得下方言华联士报道